《淚墓樹村》 你爸爸不是你親生爸爸 你媽媽快死了 整個傻傻傻傻 都不知道他做什麼 想逼死我 什麼都想不到 不是想自殺的 只是想到死字 22歲那年 嘉潔雲奶奶住在林牧樹村 不時聽到聲音 有同黨說她不是 她爸爸媽媽不理她 她才在這裡住 她讀書都不聰明 大學畢業都沒用 整個傻傻傻傻 都不知道她做什麼 聲音是怎麼樣 是直接入腦裡面的 不是經過耳朵聽到的 而且很真實 聲音就不像是想事的 像是外來的 為了逃避這些聲音 嘉潔自己搬到外面住 但情況並沒有改善 她就突然跟我說 其實你媽媽快要死了 所以我才這樣跟你說話 我當場就真的呱了 我就覺得 會不會是真的呢 當時是凌晨1點 嘉潔致電奶奶 但沒有人聽 她就報警 自己也趕回去看奶奶 當消防及救護員到場後 發現奶奶只是睡著了 我只想到我一定是神怪 一定是 我甚至想是 一直說的是上帝 於是沒有人幫到我 嘉潔一直都是在心中 回應那些換聽聲音 不會開聲對話 直至有一次她忍不住回應 因為其實很混亂 因為很久的時間 睡不到覺 真的不小心說出聲 都印象很深刻的 到現在 身邊的人有些在笑 有些就目口目面 真的不理 她也試過在巴士 因為被幻聽困擾 而情緒失控 她們崩潰 哭得很厲害 哭得很大聲 也需要人 我也承認 但自己控制不到 她又不肯放過你 她又不用累 又不用睡覺 24小時跟你在說話 我又覺得很辛苦 我當時真的以為自己會死 其實都是因為媽媽一直灌輸我 覺得一定要讀大學才會成功 無論什麼科系都想讀 總之完成了大學 叫做緣有一個心願 佳節2005年 升讀嶺南大學歷史系 但因為家裡經濟出了問題 媽媽要求她不要讀書 出來工作 佳節同父母關係開始變差 之後搬出來 辦公讀完成學業 但心中的壓力無處排解 經濟一來壓力 二來就是跟親人那種疏離的關係 其實那時候有兩三年 爸爸媽媽是完全沒有找過外 有點傷心 有點孤單 那種感覺是很難去形容 總括來說就是覺得淒涼 大學畢業後一直受幻聽困擾 佳節沒法繼續工作 要拿中原 曾經令她很難受 後來經社工轉介去看醫生 我唯一一條出路就是去看病 我想不到其他辦法 我拜觀音也拜過 拿一顆球去打腮都試過 你把聲都會不放過我 我應該怎麼辦呢 我沒辦法 佳節之後怎樣面對幻聽呢 香港人的精神健康狀況 究竟是怎樣呢 佳節08年開始出現幻聽 三年後看醫生確診精神分裂 吃藥後她有聽到幾把聲 漸漸只聽到一把聲 但聲音一直都沒有消失 幾年前她經體血安置或分配 這間公屋單位 她說自此之後 與聲音的關係不同了 每天早上第一個迎接我就是她 因為每天晚上睡覺 臨睡前會跟我談心事 又是她 當作她是媽媽 又跟她說 媽媽不如我和你談談心事 她就說 談什麼心事 你不是又是想找個女朋友 她又在與聲音相處的經歷之中 誤出道理 改善了與家人的關係 親人又有血緣關係 把聲就二十四小就黏住你 但同樣都是沒得選擇 她固然之有傷害 但也有好的地方 爸爸媽媽都一樣了 家姐曾經要求醫生剪藥 希望減少晃神 睡覺時間長等副作用 但由於她仍有幻聽的病症 醫生不同意剪藥 家姐就認為 她可以與幻聽共存 復原的概念 又覺得你病不要緊 有殘餘病症都不要緊 但你也有一個有意義的人生 如果我的病症是不好的 我永遠都是過著一個 沒有意義的人生 就去運運樂樂樂地過了 我現在還是還有幻聽的 但我仍然可以過 自己想過的生活 其實那些聲音從哪裡來的呢 家姐到現在都不排除 聲音是有神明 例如上帝與她的對話 這個聲音小組讓不同聽聲者 分享經歷 家姐當初在這裡 開始接受對聲音的不同解釋 包括醫學上指 這些聲音是腦分泌失調 導致的幻聽 所以就聽人家不同的解釋 又會覺得自己的解釋 又沒完美 又會堅聽一點 就是很聽人家說 這樣又對自己的眼界又開闊了 她去年開始成為蓬佩支援工作員 現在是聲音小組的帶領員 她說小組的分享氣氛 令聽聲者不再孤單 他們也互相分享自助方法 家姐的分享幫助了很多 如果是你媽媽 如果媽媽罵你都很正常 那就會開始放鬆精神的壓力 我覺得自己都是 就是某程度上 某程度上是一個奇蹟來的 如果幫到同路人 我真的很開心 就是發自心底裡那種開心 註冊社工鄭重人Vincent 三年前參考外國的經驗 舉辦了這個聲音小組 他說聽聲者的經歷 對精神科醫生來說 主要是斷症及調藥的指標 Vincent認為 了解聲音的內容 有助聽聲者走出困擾 例如家姐可能是因為被家人忽略 而受到傷害 與家人和好有助她減少聲音的困擾 Vincent說鼓勵聽聲者 說出自己的經歷與想法 當他們感到被接納才可以幫助他們 所以不認同 他的聲音是真的 但是我們起碼可以認同他的感受 機管局按全球數字推算 香港平均每七個人 有一人有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礙 註冊社工Vincent認為 每個人都有可能有情緒問題 精神病是一條斷症的分界線 他說政府不應該當精神健康 只是一個醫療分科 應該要制定全盤的精神健康政策 他有很多研究顯示 GDP上升到某個程度 的人反而是沒有那麼開心 是便衝動科 加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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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